哈喽传业家们 今天企业经营的还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真名智能商业20奖的第18奖 互联网层 传统产业的重构 在上个影片当中 我们提到三浪叠加的时期 我们并不容易去知道说 目前我们所处的产业 到底是不是未来的方向 我们没有水晶球去预测未来 那今天影片 真名教授就跟你说 没有水晶球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借鉴历史来推论未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互联网加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刚提出来的时候 曾经宏极一时 但之后几年就似乎很少听到了 为什么 互联网加的本来意思是说 随着网络的发展 云端的发展 大数据等创新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会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 并且带来巨大的价值 这概念当然很吸引人啊 但问题是 到目前为止 根本没有看到很成功的案例啊 仔细去看会发现 它比较像是用网络的红利 带来短暂的优势 让传统企业可以用更少的成本 获得更大业绩的方法 并没办法真正推动 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我们回头去看一下 人类过往历史上 遇到一个技术变革的时候 会有哪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发展到爆发 这个时期 新技术本身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而且基于这个新技术的应用 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例如1983年到1995年之间 电力这个技术 开始大规模的进入到 人们的生活当中 在当时像发电厂啊 发电设备 电线网络等等 这种跟技术本身有关的发展 得到了爆发式的成长 而且像电灯这种基于新技术的应用 除了取得非常大发展之外 还逐渐的进入到 人们的生活当中 大家所熟悉的通用电器公司 就是这个阶段诞生的标杆型企业 那第二阶段就是成熟到基础 也就是说 这个技术全面的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结构 并且发展到最后 这个技术反而变成这个社会 觉得理所当然的存在 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必需基础 那这个时期 福特汽车运用这个电力 却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现代化生产线 使得福特汽车的产能与效率 极大地干掉了传统的产业 福特汽车也因此成为这个阶段 诞生的标杆型企业 那如果我们把电力技术 换成网路技术呢 是不是也可以像电力 改变整个传统产业那样 互相融合之后 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呢 哲明教授在这边也提到 虽然目前还没有很成功的 互联网层的标杆型企业 面对无法想象的未来 有些观察 还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借鉴与参考 第一个可以借鉴的点是 在大变革时期 由于三浪变发 使得战略的选择变得非常困难 那当互联网浪潮来临的时候 如果你是1.0传统企业 你可以试着把网路这个概念 带入到你的企业当中 例如利用网路的互光 找到更精准的客户 那如果你是2.0状况的企业 你就要试着把你的企业 整个给网路化 比如生产的环节 管理的环节 行销的环节等等 所有的环节 都透过网路工具来提升效率 如果你有办法把你的企业 带到3.0的阶段 也就是说把你的企业 导入网路协同和数据智能的状况 那你的企业就绝对有机会 在新一波浪潮来临的时候 乘风破浪 那必须要注意的第二点是 就是没有所谓的梦幻团队 曾铭教授说 他帮助很多传统行业 想要转型成网路的老板 他们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网路高手 帮他们搞定一切关于网路的事情 可是曾铭教授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因此这样而成功的企业 为什么 因为如果老板他不理解网路的话 他很难充分授权给一个所谓的网路高手 其次 在网路发展的下半场时期 上半场的成功经验 不一定能够直接运用 网路的本质要怎么样和一个传统行业的本质 融会贯通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网路高手 能够做到的 这时 除了老板本身也要去理解网路的本质外 他们找人 最重要要看的是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而不是过往的经验 因为是在网路上半场的高手 他们擅长的套路 往往经不住这一轮融合的煎熬 反而是有一定网路经验 但还没那么厉害 可是年轻好学 愿意从基础来干的话 这样的人 远比那种所谓的网路高手 成功的几率要高很多 那这边要注意的第三点是 没有所谓的快速爆发 只有后机勃发 在大陆的有段时间 因为大量的资本 涌入了网路的这个领域 所以使得很多人会觉得 网路创业就该跟资本拿钱 就该大量补贴 就该快速回收 但过了几年之后回头去看 有很多企业或者商业模式 根本就还不成熟 只是因为资本的进驻 把泡沫吹得非常的大 一旦资本不再进驻 整个泡泡就这样 啵的一声破掉了 曾明教授说啊 这些创业投资的模式 并不代表这就是未来的模式 像阿里像腾讯 都是经过五六年 甚至更长的艰苦孕育时期 才会有后面的后机勃发 那这一轮 互联网层的创业 需要一个更长 且更痛苦的孕育期 而且是没有办法 用资本的方法催生出来的 真的要走这条路的朋友 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啊 好了 前面第17讲 和今天的第18讲 三档并发和互联网层 都在试图讲解一件事情 那就是当大家都在困惑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清醒 你能不能判断未来十年 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一旦你能够掌握这个机会 你将成为下一个十年的商业领袖啊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我是华尔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看完今天影片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又不想错过下个影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订阅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从FB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点击抢先看 如果你是YouTube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又或者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也欢迎你到我的官网上去看看哦 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